不管是从空中监控交通车流 以及大型集会时的人流状况 或是搭配热显像功能 在侦办行案时取得战术优势地位 台北市警察局首支无人机队正式成军 现场展示各式大宗小型无人机干扰枪等设备 市警局表示无人机队可结合监视器及微波设备 及时传送现场画面从地面到空中 全方面掌控现场状况成为维护治安的行李器 我们现在市府在科技舰警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市警局对于科技侦查设备非常的重视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在109年开始 就开始编列预算规划要成立无人机队 那无人机在我们的翻队侦查上最大的功用 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很激动的 而且是隐匿行踪的一个状态 来帮我们做高空的收整 特别是夜间或是一些场域 不容易抵达的场域 可以帮助我们做快速的俯瞰式的收整 在我们政办形象上非常有帮助 是的我们会跟市政府工训处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个训练单位 来合作继续扩大机首的一个训练培训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第12年将我们的训练飞手提升到30名以上 根据现在民航法规的规定 那现航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黄区是60公尺以下 是不受飞行限制 绿区120公尺以下的飞行也不受飞行限制 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台北市呢 大部分都是在黄区以上甚至是红区 那如果在黄区的部分 我们只要在60公尺以下实施飞行收整 应该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有必要飞行到60公尺以上 或是到红区去进行飞行的话 我们会先跟民航局去申请限制飞行排除 排除飞行限制的部分 让我们请募可以这个顺遂来执行 国庆日的部分呢 我们执行勤务最主要会是放在干扰墙 那无人机的部分呢 因为国庆日它有它的 比如说有这个飞机进场 有一些阅兵的仪式 我们可能会考量到 是不是有需要用到无人机来进行我们的勤务 那这部分应该还是要配合整个国安的规划 所以大部分我们国庆的勤务上呢 会以我们的干扰墙为我们主要执行的设备 我们会试美是选举的情资 还有它的一个人潮聚集的情形 来衡量是否是要派遣无人机 那通常我们会是以交通观测为主 那这个选举的造势场合 也会以干扰墙为我们主要的这个执行的一个项目 由于无人机它的这个设备是日性月异 那包含像热线相关的一个附属的设备 也是每一年都在进步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明年其实已经办理采购 那明年会正式那边 有具有这个无线 这个红外线跟热线功能的无人机会有两架 那边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档次的这个更高规格的设备需求 我们会跟厂商来讨论用租人的方式来领 假设有临时有任务要执行 我们就用租人的方式来执行我们的任务 因为其实无人机这个东西 对我们就是一般派遣所的请勿就是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做接触 那因为我们当时是有一周的训练 那都是在户外 那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一开始比较陌生 但是因为教官他都会一一的指导 所以藏期下来就其实还算可以 因为我们不会单独飞行 那我们旁边都会有一个观察员做陪伴 那其实有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其实旁边的人都会给予协助 因为我们都是会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协助犯罪侦查 那可能那个请勿跟一般的练习 当然是要就是更加的小心这样 市警局表示由于台北市 辖内机关林立大型活动 及集会游行频繁 治安及交通状况较为复杂 过去远景执行犯罪侦查 聚众违安及交通疏导等情物 常受限于装备及地形 而仅用无人机具备隐匿 机动快速等特性 将可大幅提升战术执行成效 保障远景的执行安全 最主要的功能是要阻断 无人机的跟操作者之间的讯号 那阻断的范围呢 大概可以在500至1公里之间 都一旦一发现 马上可以进行阻断的动作 那阻断的效果包括使无人机迫降 或者是使无人机归航 那一旦它归航呢 就更有利于我们去查找 谁违法操作无人机 所以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防止无人机进入到限制的场域 或是干扰活动的进行 我们来做这个无人机讯号阻断的动作 那接下来的部分呢 是我们历次发现了可能需要夜间 或是需要热险等不同的功能 来去发现无人机 那所以我们增加了望远镜 或是热险的相关的一个 无人机的机具的配件 然后再往后 这边是我们的机队的主要的一个机型 那这个比较小台呢 是Para法制的机型 那这个机型呢 它很轻 只有320公克 所以它引力的效果非常好 虽然轻 可是它可以抗高峰组 五级峰的部分都没有问题 而且飞行的时速最快可以到每小时55公里 飞行的时间呢 大约是30分钟左右 那这边呢 是我们主要我们的主力的机型 这两台是我们跟这个协力厂商中光店 来合作研发的机型 那这款呢 主要它的重量呢 是3.2公斤 所以呢 它也是这个四轴的旋翼的这个无人机 它能够承载的重量也比较重 那未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机型下去搭载 搭配这个热显鱼跟红外线的部分 那这款的机型呢 最快呢 时速可以飞行到60到65公里 所以也是非常的机动 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第三款 是警政署 警政署所播发的 这个卓恩智能的这两款 这两台是卓恩智能的型 那它更重 它是4.5公斤 那它主要是还是操作在这个风势比较强劲的时候 因为这个重量比较重一点 那飞行的时速呢 最高呢 可以到70公里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的机型 那目前如果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就会 比如说需要热显 需要其他的功能 像这几款都具有4G传输 所以刚刚副市长指示的 像数据即使回传到大数据中心的部分呢 这几款都可以做4G传输的动作 那未来如果有更高的传输需求 或是红外线热显一等 视线上的需求 我们可以再跟厂商来做 这个规格升级的租人 我认为警察局应该要扩篇 在我们的CCTV 还没有装更精密的镜头之前 这个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今天是希望说 这个机队里面应该要跟什么联系 现在我们在做智慧路灯 智慧路灯指示它是一个载具 上面我们有5G的机器 然后我们收集的资料 要往哪里传 要往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大数据中心来传 这代表说 我们台北市的大数据中心 可以马上掌握市区里面所有应该管理的资讯 应该管理资讯 那最近Covid 19 我们大数据中心也知道在我们的集会的时候 人从哪里进 人流是往哪里流 我们都有记录 另外就是把整个的大数据 包括Covid 19所产生的 这个已经确诊的人数的分布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交通 包括计程车的 这个在整个道路上的密布的情形 所以如果今天无人机队慢慢的我们建议更为广泛 相信把及时的资料传到我们大数据中心的话 对我们市政的管理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这个无人机队里面 包括说侦查犯罪 交通的观测 以及最近我们青山宫的这个绕境 灯节等等都发挥很大的功能 我想这个我们是科技进步的时代 尤其是AI这个慢慢的发展的时代 我们应该精益求精 不只是我们的机械设备要进步 另外我们的管理更要进步 我们后勤的包括这个叫Resport 就是这个仪表板的部分 我们可以充分的显示 目前市警局配有五架无人机 和22名具有专业飞行证照的队员 112年将增列两架具红外线 热显像功能的无人机 并扩大飞手编组 持续提升机队的能量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